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波 我是瑋恩 哇 相信觀眾很久沒有看到這個開場了吧 連我自己都有點懷念 那什麼事情需要動用到我們兩個同進演出呢 因為這次受到客戶的邀約 終於不是在日本當地拍攝啦 所以我決定露個臉 然後把這次拍攝的任務就交給你囉 而且我對料理其實蠻苦手的 所以這次的主題真的是比較適合你 那我就把主持棒交給你囉 OK 好 那讓我們感謝包伯的客串 接下來呢就開始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跟平常比較不一樣 就是太想念日本了嗎 挑戰在家裡用日本產的食材做料理來吃吧 那由於疫情的關係呢 今年基本上大家都不能去日本玩嘛 想必呢應該大家都非常的懷念日本旅遊的各種樂趣 那其中一個呢就是日本料理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挑戰呢 用一部分日本的食材在家裡自製日本料理囉 那我們今天做的料理呢 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熟悉的那種非常日本料理的東西 但是它的來源啊都是從日本的一些食譜的網站上面所參考的 都是融合他們自己當地的生活習慣所做出來的菜 兩樣從日本公運來台的商品 分別是 Stamina Gen Tare 以及 Apple Snack 我們今天就會圍繞著這兩樣食材發揮 然後來做兩道料理回味一下日本的味道吧 我們第一道要來嘗試的料理呢 是和風的野菜炒酥肉片 那其實呢 蔬菜跟肉類炒在一起的這種做法 在中式的菜肴裡面也很常見 所以我們今天要創造日式的效果最大的工程呢 就會是這一個 Stamina Gen的燒肉醬啦 這次用的是豬梅花的肉片220克 大約是兩人份的量 直接倒入適量的燒肉醬 抓醃均勻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鍋炒囉 高麗菜四分之一顆 切成好入口的大小 青椒一條切絲 今天食材的量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想吃蔬菜的喜好量 自由調整 紅蘿蔔約三分之一條一樣切絲 洋蔥半顆切薄片 熱鍋下油 先放入洋蔥跟紅蘿蔔 大約炒到洋蔥成半透明狀就可以了 接著加入高麗菜跟青椒 一樣炒到蔬菜差不多看起來都熟了之後 先把蔬菜起鍋 加入醃過燒肉醬的豬肉 先不要急著翻面 讓一面煎出顏色 看差不多之後就可以翻面 差不多都熟了之後就再加入剛剛的蔬菜 拌炒 嘗一下味道之後再加入自己覺得適合份量的燒肉醬 調味到個人喜好的口味程度就可以起鍋啦 接下來做超簡單的沙拉 放入適合份量的生菜 高麗菜 蘿蠔 玉米 切對半的小番茄 沙拉醬我今天選擇的是柚子味的和風沙拉醬 我們要搭配這個 我們完成囉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啦 首先呢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 弄了兩道蠻簡單的料理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日式的燒肉醬 野菜炒豬肉 然後呢 還有這個是和風沙拉 我們要搭配這個 青森餡的特產 Apple Snack Apple Snack是百分之百 使用青森餡產蘋果做成爽脆口感的點心 要說它是零食也可以 加到咖哩或是沙拉裡面的吃法 也是常年受到歡迎的青森名產喔 這次我們試吃的是紅色包裝的商品 但其實不同口味的話 會有不同顏色的包裝 像是綠色、橘色、粉紅色等等 沙拉的最後一步驟 就是把Apple Snack直接放進沙拉裡 就完成囉 我剛剛試吃了一下它的原味啊 我覺得它吃起來我最喜歡的 第一個是它那個很脆的口感 咬下去那種卡滋卡滋的感覺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是 蠻沒有負擔的一個零食 它吃起來有點微微的那種 蘋果的算清香的感覺 然後可是不會很膩 然後吃起來很爽口 不過我印象還蠻好吃的 有點酷 因為這個沙拉啊 本身加了 我加的是和風的柚子醬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偏甜 但又有一點帶酸 然後搭配我剛剛加的那個 這個蘋果脆片啊 裡面加入了一點那種脆脆的口感 然後因為它本身是水果嘛 然後我也有加小番茄 然後再加上它是柚子和風醬 所以它整體的味道其實我覺得是蠻融合的 那我們接著下來試吃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頭戲 就是這一盤 燒肉醬 野菜炒豬肉 我們直接把它當蓋飯來吃好了 全部放到飯桶 吃吧 吃吧 我覺得以我今天第一次試煮這道菜來講 算是蠻厲害蠻成功 因為我除了這個燒肉醬之外 並沒有像平常中式料理 有加一大堆可能爆香的蒜頭啊 鹽巴啊然後醬油等等的其他調味料 今天的調味呢完全是靠這個食材 本身的味道 然後還有 單單靠這個燒肉醬去調和它們 那我覺得這些蔬菜啊 因為今天選的蔬菜它有高麗菜、洋蔥、青椒 所以它吃起來口感都是偏脆的 我覺得我炒的還算OK啦 它那個脆的口感都還保留著 然後今天炒的是加梅花肉 那它沒有到很肥 可是它吃起來的話我覺得 那個口感也是蠻好的 它還偏嫩 然後燒肉醬啊 我吃起來覺得它其實是 有點偏甜的燒肉醬 因為我們今天拿的這罐是乾口 乾口的燒肉醬 所以它的甜味呢 整個完美的我覺得 融合了這些食材的味道 整個吃起來的話 就還蠻像你印象中吃到的那種日式的料理 這次介紹的燒肉醬 是用青森現產的大豆、小麥 以及100%的醬油為基底 再使用嚴選的青森現產 蘋果以及蒜頭、洋蔥、生薑等蔬菜 所製成的醬汁 另外這個醬汁目前在加樂府就可以買到囉 因為我覺得因為這個燒肉醬啊 它是完全準備好的調味 所以像今天這樣 如果你一個人 想要做一個簡單的料理 其實都不需要調味 你只要加這個醬 然後就可以完成一道 有菜然後又有飯 很像一個蓋飯感覺的一個餐點 所以我覺得很方便 好的 那今天的商品呢 都已經試吃 然後也試煮完畢啦 接下來非常簡單 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 在哪邊可以買得到 今天所介紹的商品 好 首先呢 大家可以到一個叫做 BUYEE的網站 在這邊 那它上面呢 就是有提供很多 從日本 邦尼代拍 代購的服務的商品 可以看到這邊有像是 Yahoo Japan拍賣啊 購物 然後 mercadry 日本樂天 Tototown等等 然後甚至連日本的亞馬遜都有的服務 那我們就快速的來看一下 今天所介紹的兩樣商品 一個是燒肉醬 一個是這個 Apple snack Apple snack Apple snack 好 那我們就到 日本樂天的這個分頁 在這邊搜尋的地方 直接貼上你想要找的商品 那像我們這次就是 以 Apple snack 作為示範 然後搜尋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相關的商品 因為這個網站是直接 幫你從日本的網站上去搜尋你的結果 然後直接幫你從這些網站上面 類似代購的概念 好 那 方法就跟平常一般使用電商的時候一樣 就點擊 你想要買的商品 那它這邊會有簡單的 中文的翻譯 選擇你要的選項 放入購物車 就可以看到你的商品被選擇了 在選擇訂購之後 填入一些基本的資料 就可以完成了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 這兩樣青森商品的料理的試做跟試吃囉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剛剛介紹的連結購買 會放在影片的文字敘述欄中喔 那我們下集見啦 掰掰